HELLO,大家好,我是HIDY,又來到3月頭了,即是又要分享2月最愛的時候 今個月首先要分享的一件事,就是由食物開始說 就是這個,這個是鹹蛋黃酥餅 超級好吃啊這個,我超級喜歡的 我現在可以開給大家試吃給大家看 裡面是一種獨立包裝,然後它開出來是一個好像芳塊酥,很鬆化的 吃下去會有鹹蛋黃的香味,有一點點甜的味道 總之超級好吃,一塊一塊吃下去會上癮 但其實我每次只吃一塊,因為我很怕它很肥 真的很好吃 那種味道很鬆化 然後他說不是甜品那種甜味 總之它是一個很好吃的零食,我真的超級喜歡吃 但我這個是在年宵的時候買的,在維園的年宵 大家知道香港哪裡有得買嗎? 如果知道的話,我一定會告訴我 我很想吃這個 因為真的很好吃 它這一包我買的時候是35元,100元有三包 但那時候我沒試過,我只買一包來試試 然後年宵就關了 然後我就沒得再買了 但我看到HKTV Mall買39元,我覺得有點貴了 然後我不捨得買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那裡賣便宜一點,或者差不多價錢 就記得告訴我 超推介這個 好,那我發完癲了 好,那我發完癲了 那就要說說 第二樣東西就是一個護膚版 那這個就是一個Sample Size 那就是後的一個Cream 看不看得我已經用到很底 其實我想用多兩三次 我想五次以來就應該用完了 但其實我是不捨得買這個的 但它真的很好用 首先厚的一種味道跟雪花瘦完全不同 它是一種雍容華貴的一種香味 就不是那種中藥味 雪花瘦那瓶我也有 那就是這一瓶 其實也是Sample Size 但雪花瘦這個我有30瓶在家裡 因為之前我是買了一大盒的Sample Size 但如果兩者比較 我喜歡厚這個多很多很多很多倍 因為雪花瘦的擦上去是油的 那種滋潤感是油 油軟的那種油 但後的這個 它塗上去是不會有那種油潤感 但反而是有那種滋潤的感覺 在上面 它不會黏黏黏 不會有一層東西 但它又很香 然後又有很多滋潤的感覺 然後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晚上擦的 第二天睡醒起床的時候 它是不會令臉有慢慢的那種乾 但它的缺點就是它非常貴 我看到 因為我接下來會去韓國 然後我在韓國的Lottin Duty Free 看到也要171元的美金 那就是差不多1000多元 我捨不得買 如果這樣 它的貨妝尺寸 不是冷了十幾天的 那時候連續用 我真的覺得它非常好用 但基本上香港 不會有這麼多次連續 這麼冷和這麼乾的天氣 所以如果這樣我買天幾塊的話 我就有點捨不得 但它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想著買買 試不試好的話 你已經有這個預算在的話 我覺得你買吧 超好用 說完貴的就不如說一個便宜的 我們很極的 這個是12元買的精華 我想應該有蜂蜜成份 因為它有蜂巢的樣子 顧名思義12元 即是它是12元 如果你在日本Daiso買的話 100元 即是不用10元 我覺得以這個性價比來說 它的CP值簡直是爆燈 它是比起某些專櫃的精華 是更加好 我覺得 即是你說它的效果 是不是超出眾 OK的 它不是那種 哇一聲的經驗效果 但它真的是一個很規矩的 它塗上去之後 它不會令我起擦膠碎 然後它會有它的保濕效果 滋潤效果 但就不是非常黏的 它是清爽的 它塗出來是一個會慢慢流下來的透明質地 然後你推開它就會很快吸收 而且你用很少份量 這樣一泡就可以塗完整個臉 之後它是無敵清爽 無論你塗出來那一下 之後這樣推開那一下 吸收了那一下 都是不會有黏的感覺 從來都不會 然後它是很滑滑滑滑 然後 有很淡很淡的蜜糖味 但是很難才能問得出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蠻好用的 所以今個月我就會推介給大家 這個基本上 如果你說很乾很乾的天氣 就未必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一年四季的話 我覺得可以放在家裡用 而且日後用是非常好 因為最重要它是不會跟任何底妝打架 不會起擦膠碎 所以大家可以去Daiso看看這個精華 然後就想說一個化妝品 就是BECCA的highlighter 其實BECCA的highlighter本身是有的 我本身就是有紫色這個特別版 裡面的highlighter是粉紅色 然後有些粉紅偏紫色的 幻彩閃粉 它塗出來也真的偏粉紅 它是很漂亮的 塗出來很幻彩 很獨角瘦美人魚的顏色 但是跟我這個這麼黑的皮膚 原來是不合的 所以之前也沒有跟大家分享過這個highlighter 但是我又不死心 因為我覺得其實它的質地都OK的 它的粉是散得來算細緻 它不會是很粗粒的那種閃粉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迷你版的 這個顏色是OPPLE 這個是VANILLA CROSS 其實VANILLA CROSS這個本身不是我買的 它寄錯了給我 然後我發電郵跟她說 你寄錯了貨給我 我要怎樣回答給你 以及怎樣安排轉貨給我 結果她竟然跟我說不需要回答給她們 那就是說 她們會寄一個新的 我是買了MOONSTONE 這個很出名的顏色 然後她會寄回MOONSTONE給我 而不需要我寄回這個給她們 就是我賺了一個 我覺得超開心 因為一個是12.5英鎊 大約130元左右 我現在260元 不用280元就可以有三個 我真的不用100元一個 我覺得超開心 對 那首先 好了 我不可以得意忘影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她好用 而且我買了之後 真的很喜歡用 我基本上天天用 特別是OPPO這個顏色 很適合我這種 皮膚比較黑一點 然後有點暗沉的人用 它的顏色塗出來是一種香檳的顏色 它是很光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這個顏色 超漂亮 但如果是Vanilla的顏色 就會對我來說 相對地白了一點點 但如果你說上面的話 我也覺得是OK的 看什麼情況和什麼妝 反正還是給大家再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我看到之前戴那個 真的偏紫偏粉紅 所以 你真的要考慮清楚才買這個顏色 它呈現出來的效果很漂亮 但上面就不是真的那麼漂亮 之後我要說一下 又說一下為什麼它真的很好用 它的粉很細緻 然後 highlight的效果很漂亮 你看到今天這道光 就是OPPO這顏色做出來的 它是會有一種水光的效果 然後 不算顯毛孔 因為我自己本身毛孔的問題不嚴重 所以 在我身上完全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說你本身毛孔粗大的話 我覺得highlighter 不多不少都會有一點點顯毛孔 不過它是不算嚴重的 然後它的光光是超美 我是一個很喜歡用highlighter的人 因為我很喜歡臉上的光澤 我本身的膚色比較暗沉 所以我很追求光澤感 所以我家裡是有非常多的highlighter 例如我有Mamore Clay de Paula Hourglass Nars 以及Becca 還有Colourpop 我都有的 是多一度可以自己出一集 專講highlighter的東西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可以去拍 所以我這個highlighter 控的話 覺得它好用 大家真的可以去試一下 因為我試過這麼多隻 它都算是數一數二 挺好用的 一個highlighter 然後就想說兩個頭髮的產品 這個就是一個日本買的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買 因為都買了好一段時間 但其實它的用量是超少 我每次噴超少 而且我不是經常用的 不過一用的時候 都會覺得它很好用 這個就是一個噴完頭之後 用來吹頭 令頭髮快點乾的一個產品 有時候你是趕時間 或者你是很晚去洗頭 但你已經很硬睡 之後很想頭髮快點乾的時候 我就會噴這個spray在頭上 快乾程度是 差不多快一倍 對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然後它噴出來 它噴出來第一層是一層酒精的味 還在 但是酒精味散了出去之後 就會有一種 好像Body Mist的香味 總之它不是一個難聞的 但我剛才這麼近噴 如果軟一點噴 還有一層散了 和在吹頭的時候 它出來的那層味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是很喜歡這個 對 它上面有一個棕的配件 還有這個 外貌協會的人表示 它那瓶的顏色很漂亮 所以 這裏又不知為何幫了它加分 第二樣的 hair product 就是這個 Argan hair serum 其實我自己是有用髮尾油的習慣 因為我的頭和皮膚一樣 都是來自沙漠的 對 我整個人都是沙漠來的 所以一定要有髮尾油 但是髮尾油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令到頭油軟軟 而且我不是天天洗頭的人 所以有些髮尾油 如果令到頭很重的話 其實很快頭油會油 就算我的頭那麼乾 它都會軟 可想而知 如果其他人用的話 情況應該會更加恐怖 但是這個是不會的 滋潤得力非常清爽 我自己的習慣是洗完頭 然後塗了髮尾 綁起頭髮 然後塗護膚 之後才梳頭 再吹頭 你吹完頭 會覺得頭很滑 不會過分的黏 然後第二天起來 會覺得清爽 不會很重很油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超好用 順便給我近鏡大家看看 好 到最後 不知道會不會反光 大家看不看到我戴了一條項鏈 這條就是我上一次淘寶開箱買的一條花花鏈 我今個月超級喜歡它 我覺得它很漂亮 做鎖骨鏈的長度剛剛好 然後它又不會很花巧 很簡單得來 又有一點款式 圖也是放在這邊 而且這個款式一年四季都用 但它不會偏太夏天或太冬天 就算你在什麼場合帶你 上班帶 上學帶 去婚禮帶 參加活動帶 什麼都好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它是金色很容易配襯衣服 又很容易配到膚色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好 我就分享完這個二月最愛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大家不要看衝鎖好像跑得很快 其實它是在避露的 湯一蓋過來它就在逃跑 是不是整件事蠢了 大家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就在搭韓國的飛機上 我要準備購物了 拜拜